大家好,我是阿威Suff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影片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 故事开始有个叫Alex的年轻人 意外捡到勇敢者游戏的棋盘回家 晚上他打开来看的时候突然就消失了 事件过了20年 男主要去读书的时候都会经过Alex的家 Alex的家就变成鬼屋一样 男主的基友时常叫男主帮他做功课 所以男主只好就把做好的论文交给基友 基友走不久,突然鬼屋走出了一个怪叔叔 而且怪叔叔说了奇怪的话 下巴的男主帮说了另一边有位美女很沉迷手机 假设起来都要post一下身形的样子 去到学校上课还要用手机和朋友视频 这也太沉迷了吧 贝老师当场逮当了,就被罚留校 还有另一个女主是个不合群的人 而在运动时不参与运动项目 也被体育老师罚留校 男主也因为帮基友做论文 被老师发现 他们两个也被老师罚留校了 四个人他们留校的时候 就被训导主任安排去打扫出尝试 在打扫期间 男主闲着无聊看到有游戏机就打开来玩 打开发现这个游戏机可以玩多人模式 在男主的嵌缩下 全部人就一起参与了 当选完角色后 屏幕出现怪异现象 男主把插头扒了也没用 他们就这样被吸入游戏机里 男主先到达游戏 他从一位很素弱的人变成很强壮的探险家 大鸡肉的鸡友变成有点年级的生物学家 美女变成一位地理学家 而女主则变成一位性感的格斗家 他们还没搞清楚状况 突然就出现凶猛的河马追赶他们 他们就开始逃 突然间就下去那辆车把他们载走 告诉他们原来他们来到了勇敢的游戏 去找到宝石放回老山 再把大坏蛋决绝掉 他们才可以回到现实世界 当他们来到了大草原 突然坏蛋的随从们追杀他们 他们一边逃 一边和他们打斗 被追到步步边已经无路可逃了 只好跳下去就逃过了追杀 走着走着他们就到了一个小镇 只有一个小孩告诉他们 他们地图少了一块 只有完成任务才能得到 他们只好配合把任务完成 当拿到地图后 坏蛋就刚好来到了 他们就和坏蛋打斗了一番 差点被坏蛋抓住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把他们救了 这个救他们的人就是20年前失踪的Alex 他的角色是飞机师 他在游戏已经20年了 因为破不到游戏就困在这里了 Alex告诉他们 他们要通关就要驾飞机经过山崖 才能继续前进 但是飞机在坏人手里 他们要想办法抢回来 派了女主去诱惑坏蛋的所谓 但是女主是个女汉子 不等的诱惑别人 所以很搞笑也很不自然 差点窗帮时 女主就想到跳起舞来 化解了危机 但是他们在偷直升机的时候 不小心撞跌东西 引起了哨音 还是穿帮了 女主把两个所谓打倒 突然间出现了很多坏蛋 他们没办法 只好坐上直升机逃走 化人色飞弹打拼了 直升机被擦肩而过的飞弹 摩擦而过 就开始失灵了 虽然有点不合逻辑 没办法故事就是这样 失灵的直升机掉到三亚时 差不多 最近是LS控制住了直升机 突然间有一群犀牛出现在后面追着 前面就是三亚壁了 男主就冒险把直升机修好 超过的撞壁时 男主就把直升机修好 飞上了三亚 逃过一劫 但是宝石不小心掉下去了 男主就把机友推下了直升机 犀牛看到机友就追了上去 男主在这个时候就把宝石捡了回来 因为这个游戏可以有三条命 所以死了一次也能复活 差不多到了老虎山 要经过一片危险的森林时 男主去探路就不小心被老虎咬死 男主就像游戏一样的复活了 知道了这片森林很危险 既有提议像玩感染球一样 分攻合作猛进攻 这个时候坏蛋就来了 女主开了音乐跟小坏蛋跳舞 不是啦 睡一番打斗 Alice在男主后面保护男主 男主走前进不久就出现老虎 Alice就趁这个时候引开了老虎 女主打斗的时候 没注意到被小坏蛋棍着了脚 可怜的被小坏蛋骑着摩托拉着了 这个时候男主出现 把小坏蛋打下了摩托 救回了女主 男主就抢了小坏蛋的摩托 冲进森林 老虎就开始追着男主 男主把老虎引到了草原用火 围了圈困住老虎才能继续前进老虎山 美女也遇到老虎 差点被老虎攻击时 大坏蛋出现了 抓住了他作为人质 鸡友就遇到了大象要攻击他 但他不怕 因为他像老鼠一样小小只 大象怕老鼠的原理 所以他还控制住了大象 男主一到了 老虎上 大坏蛋抓住了美女 做人质 大坏蛋要开枪时 突然鸡友出现了 老实就在他手上 大坏蛋就派了老虎攻击他 大象太大只 而且力气很大 把所有的老虎赶走了 这个时候 大坏蛋想开枪射鸡友 美女就反击 他就射偏了 大象听到枪声吓到逃走了 鸡友就失去了中心掉了 老实也一起掉了下来 当Alex救回美女 他们一起对付大坏蛋时 女主就小心翼翼 夺过毒蛇捡回宝石 大坏蛋也赶到了 还以为要结束了 因为在游戏里 女主的缺点是毒 只要他中毒 就能重生回到了男主身边 男主就开着魔朵 一直冲上老虎山 女主被毒蛇咬到 男主冲到了老虎山的顶端 女主这个时候就复活 宝石交代的男主手上 男主毫不犹豫地把宝石归位 但是没事情发生 原来他们还没念出咒语呢 他们一喊主慢起 突然耀眼的光闪过 大坏蛋变成了一堆老鼠 一切恢复平静 游戏开始架吃的人就到了 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去 男主不想回到现实世界 因为男主在游戏里 他是个很强壮的男人 但是女主的欠结下 男主还是跟着大伙回到了现实世界 故事讲完了 还没有 他们回到现实世界 见到了Alex Alex的家不再是鬼物了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家 也没有怪叔叔了 Alex也成交为了 感谢美女的救命之恩 女儿就取了美女的名字 男主跟基尤变成很好的朋友 美女也不再一致沉迷手机 男主以前是个胆小的人 现在变成一个很勇敢的人 女主也变成很开朗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了 男女主都在一起了 最后他们也把游戏机打坏了 不要再让这个游戏祸害人间 故事讲完了 如果觉得这影片不错 请订阅分享 我会分享更多有趣的影片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